我们现在在北美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天是地地人和 就是说具有很多的优势 老外的这个经济 是非常的有经验 全面 我们学了一两招 就可以用用 然后老外这个市场大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东西 轻而易举地打入到老外这个地盘 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有很多问题 所以他投错了 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能够为他缺点力的话 那情况就会改变 你说一个搞政治的当官的 跟一个搞金融的 金融企业家呢 他是综合数字能力非常强的 并且他很会生意 你跟他两个坐在房子里面去谈的话 你肯定是没有优势的 你不知道怎么谈的 那只有我们去面 假如比方说 跟老跟 不论是搞北美搞政治的也好 搞经济的也好 我们去谈 中国就不会吃亏 对不对 就可以帮很多忙了 因为我们太了解了 他们没开口 我们知道他的意思 你在中国 那么遥远的地方 你根本就不知道外面 对你们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 他呢 你以为你见了光了 实际上你吃了很大的亏了 所以中投跟那个黑石也好 跟那个摩根斯丹利也好 还有Citibank 他们都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来找你 他本来就不赚钱的东西 要你去垫底 你肯定就赔死赔定了嘛 虽然我们不会投资 这些玩意 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关系 我们去投 对不对 我们要 他本 这个生意本性这个事情 所以他 你说你请你吃饭 还给你拉关系 这个事情 对吧 这个东西一弄就 就不一样的